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大家请放掌 各位知识 各位居士 大家晚安 我们今天来继续讨论我们的大圣起心论 那请当中翻到第二页 起心论的第二页 我们简单再复习一下我们上个礼拜的内容 他说我们这个造论的是马明菩萨 他要在这部论里面 他要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大圣 那他一开始呢 他就定义了所谓的大圣 泛语又称为磨喝眼 他说这个其实磨喝眼所谓的大圣 其实就是讲我们的心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心 但是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心的时候 我们说哎呀我到底要怎么表达我的心 你才能够了解我的心 那事实上能表达的都是心的一部分 我们即使说破嘴 人家能够了解的 还是用他自己的想法在了解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其实不要太期待别人会了解我们很多 所以差不多就好了 已经有接受到我的心意就好了 那但是马明菩萨说 因为我们要修行 我们必须要了解自己的心 那他用很清楚的方式让我们了解 一个就是从法的角度来讲 所以这个法叫做 他的一个心的一个定义 他心里每一个人都有个名字 但是就像 哎我知道你的名字 我叫得出你的名字 然后呢 我了不了解你 我有我的名字 我有我的职称 但是这个职称的内涵是什么 所以我们上次说 上次看到我们这个第二页 讲到这个所谓的法 就是在这个第二页的上面 这个叫做法 什么叫做法 法叫做心 那这个心就包含所有的世间法 跟初世间法 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我们都知人知面 不知心 但是其实有时候又知道 知道一部分 没有办法知道全面 但是这个心 其实在我们的一个定义里面 它是全部包含 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心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 所谓的众生心 它在这里面包含世间法 初世间法 所以表示我们如果了解我们的心 我们应该可以通达世间法 可是我们在世间法很难 我们叫隔行如隔山 会艺术的 没有办法对科学有涉猎 对科学很了解的我们的专业 那对医学可能就一无所知 那医学音乐好像又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所以在这个心里面 其实我们都包含这个世间法 初世间法 所以在前天就是 有一个美术馆的馆长 他就说 其实台湾人 普遍现在都没有文盲 就是大家都认识字 但是现在的文盲是什么 就是文化艺术的文盲 我们碰到文化艺术这个区块 通常觉得那个是搞不可攀 或者是没有机会 跟我们生活格格不入 但是事实上 生活也是艺术的一部分 艺术也要生活化 同样的 其实事实到世界各地会觉得 我们台湾虽然宗教很兴盛 但是我们的宗教文盲也很多 我们听到宗教 就觉得那是迷信 我们会很很严重的有两种迷信 一种就是疯狂的信仰的迷信 就是只要是佛就是好的 只要是拜拜就是对的 就是完全不问对或错 所以我们会很疯狂的去跟随的一个 所谓的大德追随这个民生 那这是第一种迷信 我们有时候不太能够分辨好坏对错 我们只是看民气 那另外一种就是 只要提到宗教全部一概打擦 全部都是错的 全部都是迷信 全部都是虚谈 全部都是废科学 那这种也是一种迷信 因为他完全没有经过验证 没有经过了解 也没有经过比较 没有经过深入 他就直接否定 那这种也是一种程度的迷信 所以呢我们要能够了解的不是只是表象 我们还要能够了解内涵 那在这边马明菩萨他说 如果我们能够通达这个心 每一个人都有心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宗教的需求 有文化的需求 有生活的需求 有艺术的需求 也有非世间叫做出世间 出世间的需求 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块进度 会向往所谓的清静 只是你有没有这个机会去碰到 有没有去正视自己心里面的这个需要 所以呢他说这个心的本身 他就包含世间法出世间法 如果我们真的了解这个心 他其实是应该什么都会 是全才是通才的 好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会 那被什么障蔽住了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解释论里面 会讨论到的 明明每一个人都具有这种丰沛的资源 每个人都有心 每个人都包含有世间法所有的功能 也包含出世法的所有的力量 所谓的潜能 可是却没有办法 白白都是人 为什么佛陀他是佛 我们跟他的条件应该是差不多 可是为什么我们是这样子 我们牵肠挂肚 所以呢在这里面他就讲到 法是这样定义 定义之后 我们看到意 它的内涵 我们真正要了解深入这个心 要从几个角度 很简单 我们就从两个角度来认识 一个叫做就是所谓的体 一个叫做像一个叫用 所以呢他说 这个两个角度意 我们看到这个第二 意的部分 就是从这两个角度一个是大 一个叫做胜 一个叫大一个叫胜 什么最大 所有的这个世间 你可以看得到的东西 都不算最大 所谓的大跟小 是相对于小的比较吗 我们亚洲人最高吗 其实不是 但是我们是最矮嘛 也不是看跟谁比 所以有一句话讲 人家骑马我骑驴 我们人一见面 我们开始比较 比看看谁比较有份量 应该要坐在哪里 或者是谁要先伸出手 谁要先弯腰 为什么 因为这个社会中 有不同的阶层 那我们就会再比高低 贫富贵贱 没愁好坏大小 好那我们简单讲 一个谁是高跟矮 就是看你跟谁在一起 所以有的人他喜欢跟富人 喜欢跟权贵在一起 好为什么 人家说他感觉他是社会的名流 但有的人是极端 他完全很排斥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显示出 我们心里面难免都会有这种比较 所以人家骑马我骑驴 看看觉得自己很差 是为什么人家是凯迪拉克 然后我是Toyota 没关系啦 因为这个比较省油 所以我们会自己会自我去做一个调试 但是回头看看 那个每天都搭巴士的 骑脚踏车的 可能也还好 所以就是人家骑马我骑驴 看看自己果不如 回头一看一个人在推车 比上不足下有余 会有这种比较 是我们人在有行有像中 有违法中我们会比较 能够比嘛拿出来比 但是只要能比他都不是最大 只要能比就不是最大 所以他在这边讲要讲最大的 这个心啊 为什么值得我们去开发他 去使用他 去相信他 去依靠他 因为他是最大的 从三个角度都可以看得出他最大 第一个就是体大 就是他的本体 他的本体 我们今天要讨论到很多他的所谓的 他真实的本体 他的本质 他的本质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就是不增不减不生不灭 如果我们读过心经 我们会知道 这所谓的诸法空向 怎样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如果他是不生 他就不会有死的问题 如果他是不增 他就没有减少的问题 我们的财产有增就会有减 有得就会有失 我们有富贵 就会有贫贱 我们有得意 就会有失意 所以呢 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赢 我们没有办法赢永久 如果我们不跳出这个游戏规则 我们就会起起伏伏 所以呢 这个大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比较 他的本体是清净的 那在心经里面讲 因为他是叫做空向 空向 他是空性的 所以从空性的角度 这个空没有办法比较 所以体大一切法真如平等 不增减 不增减 所以为什么他平等 因为呢 他是真如 从他的本体来讲 他是空性 好 但是空 是不是完全什么都没有 不是 他可以出生妙用 他可以生出一切法 所以我们所有的技术 电脑很厉害 科技很厉害 医学很发达 那至于文明很 所谓的进步 都从哪里来 都从人的心来的 好 所以我们竟然能够 从一个黑暗的世界 每天 这个太阳起太阳落 我们靠自然的资源 然后到现在我们可以创造 所谓自己有光明 自己有发电 甚至于到最后呢 我们可以运用这样子的光跟能 还可以变出这么世界上 这么特别奇奇怪怪的 的这种各式各样的科技 那从哪里来 其实是从我们的心来的 伟大的艺术也是从我们的心 好 要不然这个世界只是很自然的 就是日起日落 那为什么 这里面呢 能够可以产生出这么千古的文明 其实这个是从我们的心去解读它 解读这个世界 好 解读了之后去欣赏 欣赏了之后来介绍大家来欣赏 所以呢 当我们的心要用的时候 我们的千言万语 它就会每一个人的表达方式不同 那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每一个人 有的人善于表达 有人不善于表达 但是从本体来讲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从用来讲 有的人就是不太会管理自己的表情 有的人就是不太管理自己的手脚 有的人是不太会管理自己的言辞 有的人在人跟人互动的时候 他不太能管理自己的情绪 所以呢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好好的开发自己的心 这个跟佛一样的心 那么我们就会像佛一样 怎样 像也大 用也大 所以呢 如来藏具足无量性功德 本身我们具有这样子的 无量无边的自性功德 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的运用它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其性论里面要讨论的 那到底是被什么障碍住 明明每一个人都有什么千言万语 每一次讲出来 叫做狗嘴吐不出象牙 就是一定是讲那两句不该讲的 那讲完之后我们要去收拾 好 所以呢 这个象大就讲 它本身具有无量的功德 可是我们没有用 我们表现出来变成无量的烦恼 就会产生很多的障碍 好那用的时候呢 能生一切世间出世间 善因果 好 所以就佛来讲 就我们的心的本体 本性来讲 我们是可以成圣 可以成贤 所以连孔子都讲 人可以为遥顺 好 人是可以成圣成贤 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心 去做这样子的善因果 我们难免其恶念 它一定有什么原因来牵绊住我们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了解去讨论的 那如果我们用对了 我们用对了就会不可思议的打 好 所以呢 我们修行之后呢 会改变我们自己的习性 我们会改变我们自己的执着 我们也会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模式 好 会修善断恶 然后呢慢慢就会发现 好像越来越能够称心如意 那这个大呢 它可以有什么功能 第二个功能就是 它可以让我们 怎样 让我们一路成佛 因为所有的佛都是依着这个心 来做的 从自己的心返求诸己 从自己的心出发 把心的体相用 开发到极致到圆满 那就会像佛一样 所以一切诸佛本所成故 他是 依着这个心 来圆满他的这条路 最后成佛 那菩萨呢 菩萨是从因到果 一切菩萨皆成此法 到如来蒂固 所以就果来讲 从佛的果来讲 我看到我的以前 原来都是因为找到了自己这个心 所以就这样子走过来 心路历程 一路走来是如此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长辈 我们已经有一生的成功 我们会回头去看看自己的 20岁的时候 15岁的时候 所以孔子会讲 无时又五而至于学 他回顾他一生什么时候开始立志向学 15岁 我们现在呢 回顾自己的那一生 回顾自己的这一生 回头到底什么时候开始 种下成功的种子 如果我们现在是成功的 当我们要把我们的经验 转移给子孙的时候 要传承的时候 我们是回头去 我们这个年代啊 我们都在做什么 可是为什么现在的孩子 没有办法解读 因为他是站在 我们的过去的那个角度 但是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人 他去看到这个未来 他看不到 所以呢 如果是一个真正立志 要成佛的人 我们一个从果回头 看看自己的因 我去讲自己的经验 这个经验是怎么样子的 每一个人的心路历程都不同 但是所有的佛 他都是以这个心而成功 好 那么还没有成功的 叫做菩萨 我有一个成功的典范在前面 我想要成佛 那么从因 我就要学习 这个诸佛成功之因 所以呢 对菩萨来讲 对一个初初开始的 一个幼苗来讲呢 他也是依着这个心 一路到佛 好 所以不管是什么人 我们都是在这一条路上 不管我们走的 进度到哪里 我们都是要记得 不要离开自己的心 不管你读的是金刚经 是楞严经 是华严经 是不适经 全部通通都要回归自己的这个心 那么我们就不会偏离自己的轨道 所以呢 在这边就讲到这个 我们心要怎么去理解他 第一个我们学佛了之后 我们有没有越来越广大 福报有没有越大 智慧有没有越大 我们的方法有没有越多 我们的心量有没有越大 我们的人脉有没有越大 还是学学学的怎么越来越小 到最后呢 就自己关起来 自己念佛 自己修 就变成独行侠 连家人都舍弃了 这样不叫清静 这样叫逃避 这样子也是本末导致 我们没有把自己的心开发 同样是一生 我们修修修 到最后越来越孤独 那如果我们反过来 好好的去用这个心的话 可能是越学越无碍 到哪里去都自在 所以呢 这个叫做大 那再来 它是可不可以用的 它是有功能的嘛 所以叫做秤 我可以运用这个 这个心 可以载着我们到我要的目的 所以呢 很多人说 哎呀我们学佛不能太现实 其实不是 我们学佛要很实际 我们学到的法是要能用 不能用呢 它只是理论 它只是文字 它只是打发时间的一个工具而已 它只是让我们耍嘴皮子 然后来跟人家辩论 表示自己很厉害 这样子这个 这个法是用错了 而且没有真正发挥它的实质功能 所以呢 这个大圣 就要从头到尾 我们都要一直记得 它的精神 它的内涵是这样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进度是到第三页 我们要开始来解释 进一步来解释 到底这个是什么 所以解释分里面呢 菩萨他从三个角度 第一个就是他的真正的内容 显示正义 好 那么他显示正义 真正的意理的时候 他从两个角度 一个叫做真如门 一个叫做生灭门 所以在第三页的第一行 显示正义者一心法有二种门 第一个叫做心真如门 第二个叫心生灭门 好 下面这一句很重要 这个心真如门跟心生灭门 它是两个门吗 一分为二 心有两边 一边就是清净的一边 一边就是烦恼的一边 是这样吗 他在这边就讲 这个两个门 其实皆各总设一切法 就是他通通都包括 两个门是他们的关系 你说他是两个门吗 如果他都总设一切法的话 他是两个吗 你不能说他是两个 因为他其实 含夸的范围是一样的 是不是 所以好 那么我们要怎么去了解他 那他是一个门吗 如果是一个门 我们何必又要去讲两个门 所以呢 其实当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心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一个心吗 好 如果是一个心啊 我们在愣眼睛里面有一个例子 佛罗罗他问 他说我们的心 如果是一个 那心是在哪里 心在哪里 好 譬如说 譬如说这个 我现在喔 有只蚊子 咬我的头 我这里感觉到痛 这是不是心在痛 心不会痛啊 心不会痛 你这个只是皮在痛 那你为什么会感觉到痛 这个感觉不是心吗 欸好痛喔 好我们蚊子咬我不会痛 有人打我一巴掌你会不会痛 这边打一巴掌 哎好痛喔 然后这边给你呼呼秀秀 所以你就是既高兴又难过 就是一边又很高兴 一边要去用呼呼 又去用巴巴 那到底你是要笑还是要哭 所以呢 如果我们是一个心 如果一个心 现在人家打我一巴掌 我应该是只会感觉到痛 那这边人家亲我一下 那我就只会感觉到这边的痛 不会感觉到这边的好 那我又觉得痛又觉得好 那到底有几个心 好那如果说好 现在蚊子咬我这里 蚊子还会不会去咬我的腰 会啊 好 会不会脚刚好又踢到一个什么铁板 所以脚也痛 头也痛 那到底是哪一个痛 头在痛 腰也痛 脚也痛 脚也痛 所以我们说吃这个也痒 吃那个也痒 这里也痒 那里也痒的时候 哪一个是你 我就好几个心 是 如果心是两个 心是三个 好那头一个 腰一个 脚一个 全部都是心 那我们就很多心 人格分裂 好 那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他不是很多心的话 好 那如果好 这个头痛 心跑到这个地方 脚应该不会痛 是不是 好 这里被人家打了 这边在亲的时候 这边没有感觉 应该只感觉到一边 好 那如果心是什么 心是整体的 好 就是全身都是有的话 好我跟人家握手 好 应该不是手被握 应该全身都被摸了 那不是很可怕吗 握个手 然后你好 然后全身都 因为是一体的嘛 但是如果不是一体的话 手被摸 好 脚呢 好 脚被踢 你应该不会感觉到脚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要去讨论到心是 一个的时候 他不是一 好 但是他又不是二 他又不是三 他也不是四 他不是多 好 所以呢 当我们要讨论到这个心 好 就没有办法去用一个 可以言说的定义 说他是一个 不是 他不是一个 那他不是一个 我们一般二元的想法 就会怎样 那他就是多个 但是他是多个吗 又不是多个 所以他叫做非一 然后呢 非意 好 我们一般都会想 哎 就是如果不是一 就是多嘛 如果不是多 就是一嘛 就只能这样子嘛 如果不是对 就是错嘛 如果不是错 就是对嘛 不是选A 就是选B 所以呢 我们的思维里面呢 很容易因为这个二分法 然后我们就会解读错误 就会产生了执着 好 我们上个礼拜讲 看看谁对谁错 没有对错 其实只是因为我们思维的模式 很容易就落入这种对立的相对的 好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会发现 我们马鸣菩萨在讲这个心的时候 他会一边讲 一边扫 一边告诉你一个定义 一边告诉你不要执着 一边不要执着之后 又告诉你不要执着那个不执着 好 我们学佛很容易这样 现在通通都要放空了 所以执着一个空 说告诉你不是空 又跳到那个不是空 又执着一个有 他不是有 他又执着一个不是有 又执着 不是不是有 那么又去执着一个不是不是有 所以呢 一边利要一边破 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 只要有所定义 我们就会容易产生了一个执着 好 那如果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了解这个心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开始就可以看到 他开始要显示正义的时候 他常常用这种方式 定义好之后要告诉各位 这个两个门不是两个门 因为他总设一切法 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 他通通都包括 所以所有的一切万物 你都可以用心来阅读他 你也可以用心来定义他 你也可以知道这个跟你的心是有关系的 任何一个人事物 他都不离开我们的心 用这样子的方式去了解他 那怎么样的人事物不离开我们的心呢 从两个角度 一个叫做生灭的角度 一个叫做不生不灭的角度 所以叫做一个叫心生灭门 一个叫做什么 就是不生不灭 叫做真如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什么意思呢 这个两个门 他都是不相离的 不相离他又不是一个 他又不是一个 如果是一个 他就不需要去讲两个门 但是他又不是两个门 不是分开独立的两个门 他其实是 其实是他们的关系呢 就是若即若离 水乳和和交融 所以呢 我们先从心真如门来了解 好 心真如门就是相对于心生灭门 所以我们可以大概可以知道 这个所谓的真如 好 那他怎么来了解他 这两个 一个是从不说 有时候我们说 这两个人到心意相通的时候 你不需要用言语 你就能够彼此叫做心有灵犀 心灵相通 我们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人 应该很少 是不是 我们很少遇到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因为是人 我们已经习惯这个社会性的习惯 等到我们坐在这个地方 你看刚才我们在等着上课 很尴尬 因为很安静 感觉好像早一点话讲 还有什么时候坐电梯的时候 你不认识我不认识你 然后大家就各自在那边看手表 看这个假装打电话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在沉默不说话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心 就不知道怎么摆在哪个地方 我们已经习惯 一见到人 就用言语来冲淡这种恐惧 可是我们会发现 其实我们不太能够处理这种所谓的沉默 当我们沉默的时候 我们会开始害怕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的心 就要开始去绝照到底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当没有依靠的时候 我们的心都不能够 不能够安住 所以这个禅修 禅修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禅修它不能靠任何人 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要去适应那个叫做孤独 我们这一生我们可以找很多人相伴 我可以无聊打电话出去喝咖啡 要不然我就去玩 我去翻电脑去看书 我们可以找很多事情来依靠 但是当我们这一生走近了到最后 有没有人会陪我去 躺在那个地方 你也不能说不行 我去看一下我的那个Facebook里面怎么样 你没有办法再依靠这个东西来打发你的所谓的空闲的时间的时候 你躺在那个地方 没有人能够帮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的心没有地方依靠的时候 它怎么办 它怎么办 所以禅修其实在训练我们的那种可以孤独的那个心 有一个人他很怕孤独 他就会一直想要寻求感情的寄托 有的人孤独 他会一直不断的去做事业 工作狂 有的人孤独 他就会去想办法去找一个兴趣来发展 让自己好像不会再受到孤单的这种折磨 但是你真正能够了解自己的心的时候 你即使在群众中 你还是会感受到你的那个心 他还是很孤单的 因为他的本质 他本来就是没有办法去言语叫做离言 离言 他是有一个部分 他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去形容 当我们要去了解这个部分的时候 其实他叫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那这个也就是在禅宗里面 一个很特殊的一种所谓的师之相合 就是什么叫做以心传心 禅宗叫做心法 禅叫做佛的心 那这个心我们要怎么去能够彼此表达 所以在禅宗的典籍的记载里面 最早最早的禅宗 从释迦牟尼佛在大饭 在这个灵山 灵宗山开释的时候 有一个王叫做大饭天王 是天上的一个王大饭天 他带着一朵花来供养佛 佛陀在那一场开释里面他没有言语 他就是只有粘起花来 让大众看 当场所有的人都是依赖佛陀应该说个什么 然后我们来学习 结果全部的人都听突然一下傻掉了 百万人天通通都不知道怎么办 到底佛陀在干什么 在变什么 然后佛陀在拈花 只有一个人了解佛陀你拈花是什么意思 他抱以为孝 所以呢 这个人到后来就得到的法是谁 大家瑟 所以佛陀讲 无有正法眼长 涅槃妙心 实相无相 唯妙法门 不立文字叫外别传 今天我把这个法附组给大家瑟 事实上不是只有大家瑟 他能够接到这个法 只要你了解这个心 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个法 什么法 佛陀拈花是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心在拈花 那我了解了 我不需要说我拈花谁要这个花 没有 所以我了解你什么意思 我用心来回应你 所以这种叫做不用言语的 这叫默契 你懂我也懂 我们跟旁边熟悉的人 会有一个默契 会有个默契 我们在学法的时候 我们也会有个默契 学法 师兄弟大家熟了 彼此之间看一眼 我觉得 现在一看到师父就要点个头 点个头就够了 你不需要再言语了 这种就是叫做交情已经够深了 我们彼此之间知道 大家 你认识我我认识你 就是一种那种默契叫离言 离言 但是要到离言之前 我们还是依赖言词 所以呢 如果大家很向往这种禅修的境界 可是你真的要去进这个残门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有时候杀不 或是奇怪 为什么这个三棒子就可以开悟 被骂三下的大喝三天 震荣发聩三日 然后就开悟了 或者是有这种斩首的 被削手指也开悟了 或是听到流行歌也开悟 你会觉得那个手法很奇怪 其实这些手法或者这些接引的方法 它因人而异 它就有千百种 所以呢 这个就是 当我们要说这个心的时候 要谈论我们的心的时候 它有可以言说的部分 但是也有没有办法言说 言语的部分 那佛法很特别的部分 也很残忍 就是它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让人家完全了解 你必须要从言语中你去配合 然后你自己实际上有体会 你才能够了解那是什么 要不然言语道断 你讲破嘴 还是听得不沙沙 所以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心的本体 这个最真实的部分 这个最真实的部分 它是又离言又依言 好 那么我们来看 所谓的离言真如 心真如者 他先做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就是 它就是什么 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 它的定义那么简单 就是意思就是 它叫做一法界 我们一般 我们的心 有十种法界 我们上礼拜讲 这个十法界 心如果很快乐的时候 就好像在天上 好 现在很痛苦的时候 好像在地狱 那天堂跟地狱 它是两种不懂的情况 好 那如果我们现在的人 人也有很多悲悍离合 有得意失意 所以我们即使一天 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心境 所以我们就是在各式各样的法界中 那这些法界呢 其实它从心的本体来讲 这个心真如 这个所有的这种变化 它都不理一法界 这个叫做一针法界 就是我们的这个心 它不动的时候 它的本体 即使你在动 即使你现在是快乐 是悲伤 它都还是如此 还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它的这个部分 就没有办法言语 没有办法言说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段 让大家体会一下 这个心可不可以找得到 如果我们是要依靠外在的言识 其实很难去 真正能够了解这个心 那我们要去体会它 其实不难 就是各位 师傅现在在说话 大家能听吗 可以 听了之后 我有分别 我喜欢 我不喜欢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吃的时候的第一口 第一念 那个是没有好吃跟不好吃 就是吃 我们后面吃的很好吃 会怎样 哇 好好吃 再多吃一口 再多吃两口 再多吃三口 我们会追着这个感觉 一直跑 好 那有感觉之前 那个是什么 所以呢 在中庸里面有讲啊 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心叫做喜怒哀乐之未发 那个东西叫做我们的本体 好 发而皆重结 好 发而皆重结 为之和 就是用的时候就能够依着这个心能够有善的用 但是我们要必须先找到当他不用的时候在不在 所以我们上礼拜问过各位 我思故我在 我们怎么去定义我 就是我的思想啊 我的感觉啊 我的喜好 我们每一个人介绍自我介绍三分钟 我们就开始讲啊 我是哪里人啊 我叫什么名字 然后我是什么工作 这个所谓的工作也好 名字也好 哪里人也好 我长相身高体重 他都是只是一时的 你能够持续多久 我们的工作没有换过吗 有啊 我们的名字没有换过吗 有啊 乃至于我们的这个现在长相没有改变 你有改过吗 有啊 最多最多用了一百年以后 你要 要怎么去定义你自己 好 所以有思的部分呢 是我没有错 但是不思的部分呢 好 所以现在这个真如他在讨论的叫做不思的部分 好 那他包含什么 这个一法界大总相 他是整个所有万物的本体 所以他是总和 他是总相 总相 法门的本体 叫做体 他的本体 本质 好 简单来讲叫做不生不灭的部分 好 不动的时候是什么 不用的时候是什么 乃至于呢 我们即使行住坐卧 他的这个本体还是如是 所以呢 他叫做真 他是最真的 他不管你是什么时间 什么空间 你是什么条件 每一个人都是一样 好 都是最真实的 而且他是不变的 如 就是不变 好 那这个 我们看一段这个达摩祖师 我们这个达摩祖师呢 在这个 有没有看过所谓的达摩祖师传 达摩祖师传 那这个虽然他演的有点好笑 可是 可是这一段 可以让我们有一点体会到 我们要去找一个 这个本体 新的本体 要怎么找 他有一个过程 来 请大家关灯 好吗 这个画面上 这只是节录一段 就是达摩祖师传的电影里面 达摩祖师 他要去出家 那事实上达摩祖师 是不是这样去出家 其实不是 但是因为他是电影 他这一段 他本来是王子 三王子 第三个 姚三 结果当他父王走了之后 父亲是交代他 要去承接 承接这个王位 但是他不要 他去出家了 好 为什么 因为他在问 未曾生我 谁是我 生我之时 我是谁 他因为这一句话 他一直掺不透 他不知道 这个到底是什么 生我之后 我可以认识 所谓的我 但是还没有生之前是谁 其实我们不太了解 就是因为不太了解 所以我们等到我们这一生结束之后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自己应该何去何从 我们大概可以在这一生我们很认真的去做我扮演的角色够了 但是结束之后呢 我们不是合上眼就没事了 有的人说 哎呦我又看不到未来 所以那要干什么 但是如果有呢 如果有呢 我们不能够保证有没有 但是事实上从过去到现在的确有的人因为修行而知道自己的未来要怎么去掌握 那我们可以这样做的 可是我们却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 好那这样子 有一天要面对的时候我们就会紧张 我们会害怕 好所以呢 这个当幕主上说 到底谁是我 我是谁 好他想要探究清楚 所以他去出家了 出家的时候师父给他一个功课 这是什么意思呢 对 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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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 是誰叫你來輸家? 輸家南大輸家 一點子見了沒有 難道你沒有輸發心嗎? 再說一次 一點點不懂得尊私重大 自作主張 再說一次 不 算了我熱性單純 遭遇善恨 我就說你回復吧 多謝啊 那你又為何來輸家? 你又不是啞巴? 為什麼不說話? 任何答案 如果你是說明我輸家 不可能輸家 既然你有修復之心 那你就先去蓋一些穩固的自修室 以表心情 所以他的師父 叫他去蓋一棟自修室 這個自修室是要給他以後修行的 好 那這個自修室要很穩固 我們一般就想說 這個閉關的官房 應該就是要用很上等的素材 去把它做起來 所以他就很認真的去蓋 日以繼夜 非常認真 其實我們大概這一生也差不多 就是一直在建設一個 所謂讓自己可以安生立命的 一個家 或者一個事業 或者是一個所謂的成就 不管我們是學業上的成就 或者是道業上的成就 或者是我們的事業上的成就 人脈上的成就 都是 就好像是這個東西我們在追求 我們覺得他是很可以依靠的 但是 人有旦夕霍福 天有不測風雲 天有不測風雲 沒到 之後 面對 然后全毁了这样 所以总是有倒霉的时候 但是通常倒霉的时候会怎样 会污漏偏逢连夜雨 但是已经够惨了 连饭都不能吃了 然后手流血脚也流血 好 没关系 就是可以再来 所以他盖好了第二栋 这一次又是什么功课 好 这一次是天灾 过期间雨后五年开始放弃 以后不用倒霉 最严重的是连他的师父都不要教他了 所以其实他在这里面就是一无所有 什么都没有了 连师父都不要教他 他还要不要修行 就是也不收你为徒了 然后所有的人都放弃了 只有他自己想一想之后 觉得这个是自己的事情 那我们遇到善知识也好 没有遇到善知识也好 遇到有贵人也好 没有贵人也好 其实自己还是要走 那他盖好了第三栋 那这一次也盖得很稳固 还有绳子在旁边支撑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时候 他却把自己盖起来的房子都破坏了 都破坏了 明明盖好了 为什么我把它拆了 为什么要把它拆了 花费了这么长时间才盖好 他说他现在才是真的盖好的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 第一刀算福一切环绕 第二刀是修一切善 第三刀 便度一切众生 见赐你往后 达摩 好 请开灯 这段 他是 他是一个 算是一个虚构的 他是虚构 但是 但是他这个 可以让我们知道 我们真正要修行 如果我们依靠的是这种所谓的 第一个 一般人依靠什么 依靠外在的东西 我有钱 我有事业 我有家庭 或者是我现在有车子 有什么 各式各样的外在的资财 我们可以感觉很丰富 我什么 人生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很多人他觉得这一生这样就够了 我还子孙满堂 我就觉得这样就够了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修行只是要这样子 那他应该是不够的 这个外在的东西应该不够 好 那么 当我们转到我们自己要修行的时候 要选择一个法门的时候 好 如果这个方法 一步经就够了 好 一个佛号就够了 净土宗也好 禅宗也好 密宗也好 他有很多的方法让我们修 我们要读经 有很多的经典让我们读 三藏十二部经 我们一辈子真的 就是依靠着这个佛头教育基金 会本是有课就来上了 每次都来上 我们一辈子也会很充实 好 但是 但是这个还是在生灭 还是有修就有 没有修 然后呢 我们的心有修行了 觉得很充实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修行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回去 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时候 那么 我们的心就不能修行了吗 如果我们是这样子 那么表示我们还没有找到 真正可以让我们修到 生生世世都不会退转的 所以我们曾经很精进很用功 因为我们的心在刚刚开始修行的时候 找到一条路 那种勇猛心 是真的是千金不换 很珍贵很难得 但是当我们十年二十年 我们的心会疲乏 会厌倦 所有的法门都试过 然后没有什么笑 然后呢 然后我们会发现没有人认同我们 又突破不了 上不上下不下 这个时候很尴尬 这个时候就会选择 你是要再上一步 还是你就干脆回去过平凡的日子 可是你要回去过平凡的日子 我们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样子的 怎么有可能平凡 怎么有可能像一般人这样 就迷迷糊糊 浑浑噩噩的这一生 就这样过很难 所以呢 诶 学佛学到后来 变得很尴尬 卡住 什么原因 诶 就是在这个心真如门 那个部分 我们没有真正的去了解一个 不要靠任何的时间空间 任何有形有相的东西 都能够用功的 这个最重要的东西 人家拍手我还是这样 人家不拍手我还是这样 只是这个我 这个是真实的我 叫做真 这个我是不生不灭 它是离开一切的言语文字 乃至于离开一切的外界的评级 这个外面的外在的评价 所以呢 这个心是在哪里 所有的经典里面 他其实都有讨论到 这个心啊 在大圣起信论一开始讲心 直接先讲本体的部分 因为他认为 我们如果先找到自己的本体 根本 当我们要用的时候 我们也不会迷失 所以呢 这是起信论一开始 就先来告诉我们 这个所谓的真如 他就是这样啊 只要我们建立在有生有灭 有依靠的法门上 我们就会禁也会退 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找到这个心真如门 依着这个心真如门来入门 那么我们就会知道 这个真正叫做不生不灭 心性不生不灭 好 那么他进一步就在讨论 那这个心到底是什么 我们说喜怒哀乐之未发 还没有发 还没有开始启动喜怒哀乐 喜怒哀乐一开始之际 那个心是什么 我们要掌握到 如果我们开始喜怒哀乐的之后 这个欢喜跟痛苦跟高兴跟愤怒 喜怒哀乐的这个情绪 他是不是真的 他虽然是有我们的真心起的作用 但是他是忘心 他是有生有灭的 所以我们一个人再怎么生气 有没有生气 三十年都不会停的 我们再怎么开心 我们就差不多开心的三天十天 然后再回去想那个最早的 那个开心的事情 刚开始第一次听到是跳起来 第二次听到是还好 第三次听到已经见怪不怪了 所以表示这个快乐的心 他也是有限的 痛苦的心他也是有限的 他会改变 他会生 他就有灭 所以这个他就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他就始终如一 始终如如 如就是本来第一次跟最后一次 跟第一千次跟第一千万次 都是如 都是一样等于等于等于 所以当我们第一次念佛的时候的 那个新鲜感 到念第一万次 到念第十万遍的时候 的那个新鲜感 有没有一样 我们第一次参加法会 第一次学习穿海青 到已经穿到 我没想到要穿了 有什么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 就是已经厌了 已经很熟了 所以我们第一次 叫做初恋 初恋第一次见面 大家彼此之间都那种激动 那种感觉很好 可是到我已经见到你的真面目 跟你相处了 第一千零一夜之后 已经没有那个新鲜感了 我们还能不能够像第一次这样子 是不是 就是这个心会让我们改变 所以不是人爱变心 而是我们本来我们的心 就是有这种生灭的特质 因为那个叫旺行 旺行 那么我们的真心是什么 我们的真心就是 这个叫做不生不灭 始终如一的本体 师父在说话 大家在听 能听的这一个 好 我们看到影像啊 在看能看的这个 我们吃饭穿衣 能吃 能分别 对错 美好 美丑 善恶 的这个东西 这个能分别的这个心 这是我们的本体 那这种只能去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因为 因为奇行论继续讲 他说这个虽然是 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 可是呢 所有一切的变化 所有一切诸法 都是因依着妄念而有差别 明明每一个人都是如此 那这样子没得比较 可是事实上 现实的社会就是你跟我 之间就是有很多的不同 为什么同样的眼睛鼻子嘴巴 都在一起 会不同 同样的身体啊 穿了衣服上去 又不一样了 同样一件事情 同样一碗饭 大家吃起来的感觉不一样 吃完之后会出去啊 要讲话 我们产生的效果不一样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无奈 奇怪 另外 我好说 歹说 苦口婆心 讲的满腹的道理 你一句都没听过去啊 都一句都没有听 你的那个朋友 讲一句 你就叫个鬼压去 所以有时候我们是这样 就是我讲的再有道理 人家不一定买单 但是没道理的人 通常一讲就很有善动性 全部的人都去 所以 为什么会这样 同样的话 为什么说出来有利跟没有利 有影响跟没有影响 所以其实所有的差别 所有的差别 依着妄念而有差别 这个妄不是错 而是他叫做生灭的用 有这种不同的分别 如果没有分别 那么就没有一切的境界 你不要去随着这个境界 没有不要去分别这个好坏美丑 那么就其实没有所谓的一切的境界 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所谓的境界 我们会被牵动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把这个境 把这个依着境而起的一个分别性当成真 把妄当真 这个既然是妄它就是假的 它在演戏我们入戏的 那么我们要真正的能够看到戏而不入戏 我们不要被境界牵着跑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我们来练习看看 这个人画面上的小孩子在哭 他在做吗 来我们请关灯 这个小孩子怎样 在哭 哭得这么厉害 当一个孩子在哭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这个孩子哭了 你会不会赶快跑去 传言是不是就赶快跑去 他在幼稚园工作 一个孩子哭 拜托秀秀秀秀 然后旁边那一个也是 啊我也要 就一直哭了 疲于奔命 以前的妈妈很厉害 一个人可以养十个 孩子还是很健康的长大 是不是 他还可以一边在孩子在那边打架 他就在那边煮饭 管他的 就去去打 孩子本来就会打 我们现在不行 一个孩子 这一哭 全部的人八个大人就围过去 哪里痛 地板坏坏 我们是这样子养孩子的 好 这个孩子呢 你理他 他就哭得很厉害 那我们来试试看 当我们不理他的时候 他是什么样子 事实的真相啊 事实的真相啊 原来是假的啊 他哭得生思历劫 他哭到在那边耐着不起来 他要做什么 他就是要你去呼呼啊 他就是要你去照顾他 他就是要你去注意他 然后他就是要你去欣赏他 他哭到喘不过气来这样 哭到好像快要不行了 他哭到喘不过气了 哭到喘不过气了 哭到好像快要不行了 他会 我们的妄念啊 就像这个孩子一样 这个妄想是这样啊 我们去养他 他就越来越像 我们到起性论后面 他就告诉我们啊 当我们去制造出一个妄念的时候 这个妄念为了要继续活下去 他要继续持续下去 他会加强你的错误的概念 你会加强你的错误的判断 然后他为了要让这个妄念继续持续 他就让你当真 把它当真 然后当真的之后呢 他就会制造出很多的错误的讯息 让我们真的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很严重 全世界只剩下这件事情该处理 你就会全心全意的去处理 好我们起烦恼 大家都会起烦恼 当我们起烦恼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 我们只会去一直去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件事情 他就会占据我们的心 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可是当我们十年二十年之后回头看 我们会发现其实那也没什么 可是当我们在起烦恼的那个当下 我们的所有的身心 全部都被这唯一的这件事情障碍住 为什么会这样 好我们来看 来大家趁现在做一下动作 做一下运动 这个测试 他是哈佛大学的一个 这个注意力的测试 看看每一个人的注意力 好每一个人注意力呢 他们我们的注意力都是有选择性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要怎样 他的指示就是 在画面上会有六个人在传球 六个人里面三个人是穿白衣服的 三个人是穿黑衣服的 他分成两对 一对在传球 另外一对也在传球 那么我们现在要计算 在短短15秒里面 白色的这一对 他们传了几次球 有做过的还要再做一次 为什么 因为如果做错不能下课 大家注意 好画面上会给大家看一下 好 是不是有三个人 穿白衣服 一二三 好那三个人穿黑衣服 对不对 黑衣服 我们要算白衣服还是算黑衣服 白衣的 好来 要算哦不要放弃哦 不可以没有人 不可以没有表示意见 好几次 好来请开灯哦 开一个 黑的灯 来算到13次的举手 14次 123456 哎呦 还不错哦 15次 哎呦 1234567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是举手还是没举手 8 9 10 11 12 哎呦 哎呦我们台北的人比较聪明哦 16次的举手 16次 123 4 5 5 好 好 还有没有人 有不同的答案 你算几次 14 14 14 好 答案是几次 答案是聪明的这一组 15次 15次 15次的人 请举手 15次 好 15次哦 你有没有看到黑猩猩 黑猩猩 黑猩猩 嘿 你有没有看到黑猩猩 好 没有看到黑猩猩的请举手 我們没有通通没有看到黑猩猩 黑猩猩是什么东西 什么黑猩猩 好 有看到请举手 有看到哦 欸可是看到了哦 看到了算错了请放下 好 我们来看哦 好奇怪 怎么会黑猩猩倒带一下啊 有没有看到黑猩猩 耶 好大一只哦 不是小小只哦 这只好大哦 而且他还停留了好几秒 对不对 这么嚣张 为什么没有看到 发生什么事情 好 不是我们没看到哦 连那个最聪明的哈佛大学学生 他们也没看到 然后当他们倒带的时候 他们还说 教授一定换了另外一段 给他们看这样 所以我们人很特别哦 我们的眼睛 会自动避开重要的讯息 好 为什么看不到 好上一次有人 抱怨师傅说 师傅是你规定我们只能看白色 所以害我们没看到黑色 是不是 欸我们的确是要大家算白色没有错哦 但是我们有说不准看黑色吗 没有哦 所以我们的 我们自己的选择哦 会蒙蔽我们相不相信 我们的妄念是这样子来障碍我们的智慧的 当我们选择我们爱 我们不爱的自然就被我们delete ignore 我们就不去注意它 所以很神奇的是 但是当我们要去注意它的时候 我们就分心了 就算不准 算不会 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落入两边 又算对 又看到 又顾到全局的人 请举手 但是不是第一次 是第一次第一次 第一次就算对 然后又看到 黑猩猩 哎很棒哦 这种人通常都是少数 我们通常就要落两边 我们要专心做一件事情 我们就会忽略 所以当我们全心全意在充事业 我们失去什么 我们全部的心 全部通通都在做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可能又失去了很珍贵的东西 所以呢 其实是这样 当我们又要全部都顾及的时候 我们就疲于奔命 然后我们只能选择要照顾某一些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 我们就不要去抱怨我失去很多 因为那是我们选择的 所以其实没有办法圆满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真的从自己的心出发 掌握到自己的心 我们是可以事事圆满 但是还没有掌握之前 我们只会随着妄念而产生的差别像 因为我们的24小时只能投注在某一些事情上 你就是投资 投资之后你投资A 你就没有办法照顾到B 但是平均投资你就差不多就是平均发展 没有办法有大成就 所以呢 其实这个取舍 我们可以说 当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的心思是有 好 专注在某一件事情上 我们就很容易去忽略其他 好 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 他全身上下的缺点很多 我们也没有注意 我们只会注意到 哎呀他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我最爱 是不是 我就觉得什么事情都比不上他那一双眼睛来的有魅力 所以他的这个一双眼睛呢 他就会掩盖出其他的缺点 好 好不容易呢把他追求到手了 好相处相处 慢慢慢慢他的缺点浮现出来 其实他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他本来就有这些东西啊 但是我们以前只注意他的水汪汪的大眼睛啊 娶回家 久了怎么 哎呦啊 竟然还有事实的真相是还有一张血盆大口 然后就没办法接受说 啊你血盆大口就可以够一个爆牙 你为什么不早讲 有啊我以前都一直对你微笑啊 可是你都没有看到啊 没办法啊 是不是 但是我们会有一种很极端的就是 当我现在发现他有血盆大口 有那一颗爆牙了之后 我怎么想就再也看不到他的水汪汪的大眼睛 他的眼睛还是水汪汪啊 但是我就会转移到唯一的缺点 就掩盖住所有的优点 我们是会去注意去挑人家毛病 当我们要挑人家毛病 他的所有的优点都掩盖不住他讲话口急 是不是 如果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又完全的溺爱 就是他什么都不好 没关系 因为他只要有一个好就够了 是不是就这样 所以呢 我们的心是很自然的随着我们的念头 我们的选择而有所偏颇 所以叫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 因为我们的心在用的时候 我们是有选择性的 所以当在用的时候 人就产生了差别相 差别相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来我们继续看 就是心真如门 好 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 所以呢 我们会有这种差别之相 是因为我们的心起念 心起念 好 当我们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会起念 这是什么 画书 为什么他叫画鼠咧 他明明不是老鼠 为什么他叫画鼠 所以当他这个东西第一次问世的时候 第一次在这个世界上出现的时候 没有人认识他 那为了要认识他 他就会开始有定义 对不对 有定义 好 那么他是什么颜色 蓝绿色 所以当我们 依着这个境界 一个这个境界 我们开始去分辨他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念头出来 第一个他是蓝色吗 他有点接近蓝色 可是他不是蓝色 所以当我们在 他是什么色 这个蓝色 可是不太像蓝色 是不是又有个蓝色的概念在心里面出来 他会比对 然后他不是蓝 但是他又有点蓝 那么他有点绿 可是他又不是绿 所以他是介于蓝跟绿 所以这时候呢 虽然是一个东西 可是除了这个东西 我们心里面就有 开始有各式各样的念头出来 那各式各样的念头出来 当我们最后界定他叫做蓝绿色的时候 前面那个蓝色跟绿色 他就又没有了 一个新的概念出来了 所以这叫旺 就是生灭的念头 我们要学习一个新的东西 就是喜心厌旧 其实不是厌旧 是依着这个旧的概念 然后我们开始会有新的观念 新的观念之后 所以人在学习 5岁的时候的想法到15岁会改变 差别 15岁之后到25岁的时候 又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我们说 如果离开了这些所有的思想 所有的妄念 我们的这一生剩下什么 如果不要去讲我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 我什么时候想什么 我什么时候买了我的车 我什么时候买了地栋房子 我什么时候有第一个事业 我什么时候读了什么学校 如果把这些有形有像的 生灭的东西通通都拆掉 我剩下什么 就发现什么都没有 是不是 若离心念 则无一切境界之相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妄念的话 这些所有的东西 通通等于是 有等于是没有 则无一些境界之相 所以其实当我们今天要去反求 要去找到这个心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超越这一切有形有像的东西 去阅读去了解去体会自己的这个心 所以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去解读这个世界 这世界是好是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太大的关系 所以呢 所以他这一个结论 他说一切法从本以来本来 本来 他的从本体来说 离言说相 你说要去说他 他这个法的本体是没有办法言说 离开一些言语 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 当大家一片沉默的时候 大家的心思是怎么样 是开放的吗 还是害怕的 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设定 有很多的界定 当我们没有来上这个课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佛法的课 我们大家对佛法 他本来就有一个概念在 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课程 我们会有一个预设立场 然后来了之后 可能也是有什么 跟自己想象中不太一样 所以呢 其实在这里面 我们要去言说 要去描述的时候 我们已经只能说一部分 譬如说我们现在上完这个课 我们在上这个课的过程 我们可能会觉得 啊谁可以来 谁可以来 谁可以来 然后你下课之后 你打电话 跟那个某某人来讲的时候 要去描述我们这一堂课的内容 你怎么去描述它 他说欸 欸 欸不错 然后第二个 欸 欸很好玩 跟你想象不一样 但是他问说 那到底是什么不一样 他说 就讲讲讲不出来 你就是来就对了 好 那那么我们其实也是这样 好 我们吃过榴莲的景举手 好 榴莲是什么味道 请问它是臭的还是香的 还是先臭后香 还是先香后臭 还是他吃下去会怎么样 所以吃了之后 你会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 好 所以欸这种没有 对没有吃过的人来讲 你是没有办法去言语去形容他 好就像喝水 水是什么样子 好 没有喝过水的人 你讲他是凉的吗 也不是 你讲他是水 没有办法形容 好所以同样的 当我们要介绍自己的时候 我们可以介绍看得到的 我们可以介绍说得出来的 但是那个说不出来的 你就没有办法去介绍他 像是新的本体 这个真如体 它是离言说相 好 说似以物极不重 好 这是这个难遇怀让 好这是这一个禅宗祖师 他去参访六祖的时候 六祖说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好 他说他说我要去说 他是一个什么像一个什么 就不对了 所以当我们能够言说 他已经离 离开他的本来的实相 所以我们才会说叫做不可说 不可说 所以离言说相 离名字相 离心元相 你能有思有想有念 那这个呢就不是 所以呢 刚才有人问了 师父 诵经跟读经有什么不一样 诵经跟读经 有在诵经的请举手 有在诵经 诵经 诵 诵蒲门瓶 诵金刚经 诵阿弥陀经 都没有关系 但我们在诵经的时候呢 我们是一边诵一边讲 啊这句什么意思 那句什么意思 那句又是什么意思 的人请举手 是这样子的 一边诵一边说 啊这个师父有讲过 啊应无所住而生起去 嗯 诵主大师就是这样子开悟的 嗯 一边念一边 我们会这样子诵经吗 不会 好 当我们读经的时候 我们就 啊这个 这句是什么 心真如门 这个真是什么意思 如是什么意思 心真如又是什么意思 它是什么内容 我们去思维 请问在思考的时候 是第几事在思考 第六事 好 第六事 思考 它是有圆的 对不对 好 读过为世的 我们知道六事 几圆生 哈 几圆 哈 什么圆 银是九圆嘛 是不是 耳是呢 八圆嘛 好 鼻舌生 这三个七个圆嘛 好 六事 第六事有五个圆嘛 后三五三四 对不对 好 第六事五圆 五个圆 这表示它是有圆的 它是必须依靠一些条件 它才有办法去起 叫做新圆相 所以当我们在思考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讲真如 我必须要知道真是什么嘛 我必须要知道如是什么嘛 如果我是一个外国人 我是使用英语的 我就不知道真是什么 如是什么 好 真可以 可以翻译叫reality 如呢 你怎么去翻译那个如 在符法里面如 它的概念是什么 好 然后空性 那是什么 是不是 空性我们现在翻成 emputness 就是EMP 那个空 好 空 但是它能够翻译所谓的空性嘛 就是它其实这个概念是 好 这种空性的概念 跟这个如的概念 它其实你很难去 很难去用你的 第六意识的思维 可以把它想出来 它离心原相 好 所以当我们第六事 就是我们在思虑的时候 我们读经 在思考 我们用的资料库是什么 这个五元里面呢 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有种子 第八识里面的种子 好 请问第八识的种子 会让你出来 表示你曾经有这样子的经历 你才可以依着这个文字去思考 如果是一个西方人来读 或者是一只狗来读 他虽然也有第六识 可是问题是他的缘起的就不一样 他在那边 啪啪啪 这是什么 他的思考是不太一样的 他的逻辑也不一样 那我们要要讲 要讲出 这个对于这个经典 对我有什么关系的时候 我们的思考就会串联到 我以前所学习过的背景 我读过金刚经 我读过这个楞茄经 我读过楞严经 而我们会把以前的资料库 拿出来做比对 可是对一个完全没有读过的人 他在读这个 什么叫真如 大圣起信论 从头到尾他就是有读 可是他的思维的模式是又不一样 所以呢 其实这个离心原相 我们可以用思维的 但是思维只能选取片段 依着我们的经验去读 每一个人的经验都不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在诵经的时候 也用第六意识在诵 可能我们就还是会是 跟读经的效果差不多 所以诵经的修行的方法 他是在后面他有讲到 他说其实他真正能够 依着真如心来起修的 就必须要念而无念 你在念 你不要用第六意识在念 那用什么 那用哪一识在念 你是没有用识在念 就是你在念的时候 你就是当下的这个念头 当下的心很清楚 能念之心清楚 所念之佛 所念之经也很清楚 但是没有当下 没有能念没有所念 所以他在这边后面有讲 那怎么样 怎么样能够入到这个真如门 他既然离心原相 你怎么去入他 所以这个离心原相 他毕竟平等 无有便意不可破坏 以为是一心顾名真如 他说他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心 的本体来谈 你没有办法言语 你也没有办法用 就是第六意识去思维他 没有办法去圆他 但是这个是不可修的吗 既然不可说 那何必在前面又要谈 所以他后面有一个问 有一个问跟一个答 他说问 问什么 他这边问 若如是意者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能不能够依着 依着这个真如门来修 诸众生等 云和随顺而能得入 是不是 我们怎么顺着他 怎么样随顺这个心 而入到自己的真如 所以他说 不是叫做不执着 或者是他已经离心原相 离言语相 离文字相 所以就无言无说 无言无说 我们听经干什么 都是言语啊 所以有人他就会误会 他说既然心 他本来一丝不挂 什么都没有 没有任何的挂碍 那就都不要执着 所以他就会变成 执着一个不执着 执着一个不执着 所以呢 当我们去修福修会 去听经文法 他就说你这种人执着 我们一切呢 通通都不要执着 就变成什么都不要修 所以很容易 在这个地方走错路 好 启兴顿这个 马明菩萨他说 你要记得 虽然他是 虽说 虽然他是 不可说 但是 但是不妨碍说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这个 硕佛世界是人道 我们要用言语 我们用眼耳鼻舌生意 在行这个法的时候呢 我们要说 但是无有能说 可说 就是虽然说 但是不要执着 好 虽念义无能念可念 这样叫做水顺 好 最后呢 如果最后呢 我们连念的这个念呢 都不起 都不执 那叫做入了自己这个心 随时随地都是这个心 随时随地都是真如 好 那说还是要说 但是说了之后不执着 所以在金刚底里面讲到 就是过何不虚传 好 如法欲者 如法欲者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我们现在是什么定位 我们要知道自己现在是 有烦恼的还是没烦恼 有执着还是没执着 我们任何 当我们不在佛门中 在佛门中我们会知道 哎呀不要执着 会记得 提醒自己不要 好 不要产生烦恼 不要产生我子 不要产生法子 走出这个门 走出道场的门 回到柴米油盐酱酥茶的世界 我们不执着吗 我们想要不执着就很困难 因为身边的人全部都是执着的 每天都在问你 你要吃甜的还是咸的 你要吃西餐还是中餐 我们要去哪里玩 你爱不爱我 你不能说我已经是阿弥陀佛了 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 我已经是佛陀这一组了 你干嘛要一直讲那些执着的 所以如果我们是这样子 我们在这个世界一定变成一种怪人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眼睛睁开就是色 耳朵一听就是声 色声香味触法 每天就是在这边变化生灭 那么我们要不要用它咬 所以虽说无有能说可说 世间人都喜欢眼见为凭 喜欢看广告 好 那我们就让我们的佛法有广告的效益 让人家一眼就能够产生一种觉性 马上印象深刻 如果有这样子的力量 我们的一句话 就可以让人家有所醒悟 那么要不要说 当然要说 所以念义无能念可念 好 所以呢 其实我们要随顺 随顺这个世间人 喜欢色声香味触法 那么身为佛教徒 我们对佛法的信寿 之后呢 要怎么样去实践 我们就是在表现佛教徒 也是色声香味触法 让人能够产生一种觉性 产生一种快乐 产生一种舒服 甚至于他在我们身上可以看到佛法的可贵 而不是佛法的不可亲近 所以呢 他说虽说无有能说可说 虽念义无能念可念 我们在学佛 可不可以诵经 可不可以拜佛 可不可以听法 都可以啊 但是听了之后 这个法是要让我们入 而不是让我们止 如果执着 我们就很容易像刚才这样 在那边算算算 专注在我们的佛法里面 然后呢 就忽略 旁边还有很多的讯息 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 所以我们的心如果来修行了之后 他就是让我们还是去做 做一切 修一切善 而放掉我们执着的那个心 因为修善 念佛乃至于断恶 乃至于持戒 这些都是为了要对峙我们的妄念心 妄想心 结果我们常常为了要修行 为了要修到不执着 所以反而怎样 增加了很多的妄念 很多的原则 好 那么这个是能不能够 这样慢慢慢慢的去 去契入这个真如法 是可以的 是可做的 所以 有的人说 他既然这样子 我们修行都是一种执着 不要有法治 那就不要修行 这个很困难 我们当然是要想尽办法 做越多 量变会造成质变 并不是说 不执着之后 就把这个经典 全部丢到一边 好 所以在六祖禅经里面 有一个法达法师 他送法华经 送了三千步 这个法华经 可以送到三千步 是很厉害 这个法华经 如果你要送一步 是要 你都不要休息好了 我们算 这个法华经有二十八品 二十八品里面 其中有一品 叫做浦门品 这个浦门品 如果大家 有平常在送 送的很快 大概十五分钟 假设以十五分钟来算 十五分钟乘以二十八 是多久时间 二十八品 的浦门品 这样的长度 所以一部法华经 送下来 你送的很快 大概七个小时 非常熟练 他可以送到三千步 表示他这个 从出家以来 修行以来 一直送个不停 这样子算是非常精进的人 但是他来到六祖禅经里面 在六祖大师面前 他在连最基本的佛门礼仪 连灵礼他都拜不下去 所以六祖大师 他从来没有骂人 他不会对人家不客气 因为没有什么可教的 无所谓 就是随缘皆隐 但是他第一次去骂这个法达 他说你这个样子 你礼佛礼成这样子 你干脆不要理 你心里面一定有一个什么东西 被你障碍住 把你障碍住 心中必有一物 所以你到底在修什么 运行何事严 你平常在修什么 你是有什么伟大了不起的功课 他说我已经送法华经 送了三千步 他真的是很了不起 他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的确是如此 但是这个了不起 却变成他的障碍 当他要去礼拜一个没有读书的人 不是字的人 六祖大师是这样 他拜得下去 把他拜不下去 我是什么人 我保读诗书 可是我又没有开悟 开玩笑 当然就是没有开悟 才会在那边拜不下去 才会有做到做不到的问题 所以呢 当他要顶礼的时候 他拜不下去 因为他被自己的那个 我已经很好了 我已经很棒了 那个身段放不下去 就是一个念头而已 好六祖大师就呵斥他 好跟他说 你现在礼佛的目的 礼本折漫床 你竟然拜到头都拜不下去啊 所以你自己就要知道 这个才是真正的罪过 真正的罪过 是你心里面的那个我值 好 当他听完了之后呢 他说 那我这个法华经里面 我这样子了解了之后 那我以后还要不要送法华经 你看送法华经的结果 让我执着 所以表示这个法华经怎样 好不可以送 等一下送完 我就会变得很执着 那怎么办 那就不要送经 好六祖大师跟他讲 这经典有什么过失 经有何过 其障如念 他说经典有什么过失 会让你这样子 好 产生障碍 是你自己的问题 所以当他听完之后 他才知道 原来是自己 不管你选择什么法门 自己的执着 会障碍我们入这个法门 所以他到后面呢 了解 心开意解了之后 他还是没有停止他的功课 我们功课做的不够多 我们没有像这个 这个法道法师这样 我们也没有像 三昧水菜里面的物达国师 那么了不起 所以功课更是不能放 还没有建立功课之前 就要不执着 我们通常都是去执着 柴米油盐酱醋茶 彩色明石碎 我们就去执着一些 世间的名利彩色 与其要执着 好 我们来到佛门里面执着 佛门里面的执着 会到最后 他会告诉我们 法上因舍何况非法 可是我们没有修到一百分 没有修到一切上 我们没有修到圆满的时候 出不了这个功德 我们是因为修太少 才会一直我指很多 如果我们真的照佛法讲的 时时刻刻都是在修行 都是在用功 都是在念佛 哪有空去在这边比来比去 根本就没有空 我们每天都是要忙的事情 都忙不完了 哪有空在那边讲假是非 没有空 都是因为很空 所以无聊 就随着这个妄念开始在那边 念了一部经就开始在那边比 你有念过几次这样 所以我们其实是因为太闲 让自己的心闲 我们的心的习气 就很多的妄念会出来 那我们随着妄念就有分别 有分别了之后呢 就一念不觉生三系 境界为缘长六出 后面就会讲到我们的妄念是 非常非常微信 一不注意 就全部都整个世界都跑出来了 好 所以他在这边讲 这个真如体 我们直接从最究竟的来讲 其实没什么好说 好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根本就是 好 此真如体的样 根本就他什么都不是 所以有人说 哎呀 什么叫做实相 如果你今天 要去想象一个心 你要去找一个心 就像刚才这个达摩祖师 他要去找一个 真的很坚固的东西 他去找 只要能够被找到的 那个都是会被破坏的 因为他叫做生灭 所以他说 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 如果没有这个分别心 没有这个妄念的话 根本没有所谓的好坏的境界 好 事故一切法从本以来 离言说相 离名字相 离心原相 毕竟平等 无有便意 不可破坏 好 那如果不可破坏的话 如果我们找到这个心 我们还怕什么 是不是 我们觉得哎呀 我的自尊性被破坏 那表示我们的执着 我们的妄念 放在自己的自尊上 这个自尊是什么 这个自尊也是一个我相 是不是 好 那我的 我的家被破坏 这种是外在的吗 我的财产被请夺 我的财产也是外在的 我的房子 我的身体 这些都是有形有相的 他自然 我们不去破坏他 他自然也会坏 有一天他也是败坏 好 那么我们如果 依着这种所谓 妄念而起的 生灭的一个像跟用 那么他就是会被破坏 如果我们能够 找到这个心的本体 他是不可被破坏的 所以后来这个当幕主持人 他说他找到这个最坚固的 是不是 他悟到自己的这个心 人人都有 人人都有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不用 其实我们不是不用 而是我们在用的时候 迷失了 迷失了把用当成是真的 所以呢 在这里面呢 他说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 那么我们就要知道 其实当我们起心动念 他是一个生灭的用 但是不起心动念的时候 我们这个心呢 他在 好他在 那如果他在 请问当我们在用的时候 他在不在 他不在吗 那他不在 表示我们的心已经迷失掉了 迷到境界上 所以他应该是在 只是我们用的时候 你看忙 一忙就乱了 一忙 跟人家讲话 然后就随着这个 人家讲的内容 就开始跟着在那边 波涛汹涌 然后喜怒哀乐 所以我们每天要问自己 我们今天 心情的起伏 是因为遇到人事物 遇到好人 遇到不好的事 遇到什么东西 或者是买到什么东西 人家送我什么东西 而起伏 那么我们今天 还是在妄念上 把妄念当成是真 如果说 人家的 来的 好的坏的 我们都始终 都很清楚 自己的心在哪里 那么 我们可能就慢慢慢慢的 就回到 从妄念 回到我们的真如 可是即使我们 没有再 悟到自己的心 没有悟到自己的真如心 真实的心 他也没有丢失过 他也始终都是在 只是我们的错误的认知 让我们以为不在而已 就像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星星 他本来就在嘛 只是你有没有去注意他 当你注意他 有的人说 那个 这个我以前看过 所以你看我这一次看 就很清楚 奇怪 以前星星也是那样 现在星星也是那样 为什么当你知道了之后 这个星星出来 你就很清楚 以前不知道的时候 一直在那边看那个球球球 星星在那边走来走去 你可以视而不见 因为你的心没有在那边 没有依着那个境界而起 所以他在 他不在 没差别 所以我们 有的人吃素 吃素之后 就跑来跟师父说 原来台北是那么多素食馆 人家素食馆本来就在 以前你没有吃素 你都根本就没有去找 要去吃素 可是当你要吃素之后发现 这里也一间 那里也一间 他不是最近开的 他本来就一直在 是不是 所以唯一望面而有差别 我们的心其实是 会随着我们的方向 然后开始会去寻求 我们要攀缘的对象 好 所以呢 他说如果真正 要去谈的话 这些言说 就是说过就没了 说了一百句 那个能够留下几句 大概没有留下几句 所以呢 其实我们常常 就是上课的时候 会配合一些影片 也是不得已 为什么 因为这个法这么好 我们很纯粹的去读 读完等于是片字不留 读完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留下来 因为有读等于没有读 回去都忘光光 但是如果放了几个影片 大家好像感觉好像比较有印象 印象比较深刻 以后再提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你看我们大家就彼此有一个默契 但是如果这一堂课没有来 我们要去下一堂课要去谈 要谈说 啊那个什么星星 它就是什么星星 根本搞不清楚 是不是 好所以我们现在谈 那个薯条 大家就知道那个薯条是什么 可是上礼拜没有来的 就不知道那个什么薯条 是不是 推车 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就会记得 记得这些东西 这个记完了之后 它对我们的真如心 有没有什么障碍 有 当以后我们要入定的时候 就会想到那个薯条 然后就会笑出来 所以呢 你看言说 其实是假名无实 但谁妄念不可得顾 你真的要去找到一个 让你的心可以 就是不要被障碍的东西 这样子才有办法脱离这些所有好的坏的的境界 要不然我们其实大概见一个人 我们对他会有印象 听一句话很难没有反应 好我们还是在这个境界中很容易执着这个境界 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悟到自己的本心 我们才有办法真的叫做超然误外 如果没有悟到 我们就会牵肠挂肚 见一个是一个 见一个就有一个印象 好所以 真如事实上讲这个心 他其实是没有像 但是 但是真正的要去悟到他 其实他也不妨碍依着这些像来悟 所以他说真正的叫做真如 他没有一个形象 真正的实相 真正的心 你找不到他 好 你找不到他 你要去说 一若言说 他就不是 好言说之极 因言浅言 什么意思 我们说 常常就讲说 要把悟 讲在放在身边 放在嘴边 哎呦我要开悟 我要开悟 或者是我要悟到无常 我要悟到无常 所以我们常说 痛念生死 所以就把死放在这个额头上 就是哎 常常要记得要精进要用功 但是这个其实是有阶段性的 我们刚开始呢 还没有建立好习惯的时候 当然就是要开口闭口 就是要以佛言为己言 以佛行为己行 常常都要念佛 义佛 但是当我们修行久了之后 他们也是开口闭口 都是阿弥陀佛 都是三宝 其实有点烦 有没有 我们家里面的孩子 他就会告诉你说 妈你不要又再难一套了 所以我们其实是这样 刚开始没有好习惯 我们练习 练习 这时候需要 需要去建立一些好的言辞 来取代以前的不好的言辞 以前一开口就是三字经 要不然就是批评别人 讲人家的是非 挑拨力尖 现在知道要怎样 要修不识 要修爱语 所以开始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 学习说好话 学习说佛言佛语 但是那是为了要改变我们的恶行 等到好的习惯建立了之后 我们要到更高的境界 就是能够化度人与无形 能够在柴米油盐酱醋茶 跟人家聊天中呢 人家完全都不知道我们是佛教徒 然后就得度了 那个才是真的很厉害 好 如果我们的朋友一看就知道 这乎高度 他就已经有提防心 他就已经有地 已经有什么 有成见 有我见 你要度他 度得很明显 他不会让你度 他真正是能够度到无形 那就必须要因言浅言 真正用这个真如心去度 那个才是真的很厉害 所以我们所谓的真正的佛教 他是我们的心的体相用 所怎么样去运用 怎么样去妙用 然后用到很圆融 所以譬如说 什么叫因言浅言 我们现在大家在这个教室里面 如果我是班长 一进来 然后大家东讲西讲 然后喧华 大家吵得不得了的时候 我为了要让大家安静 我会怎样 我会讲一句话叫做安静 上课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讲安静嘛 好 就要因言浅言 因为这个安静这两个字 所有的人的喧华就会停止 就会浅除别人的言辞 别人的妄念 所以我们修行刚开始要念佛 念法 念僧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杂念 有很多的妄念 心里面一动念就是坏的念头多 染污的念头多 烦恼的念头多 担心的念头多 好 我们的心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念佛 念法念生 这种善念 敬念 修观形 来浅除恶念 浅除杂念 浅除妄念 好 所以要给自己功课 我今天要念一万句佛 当我们要去念一万句佛的时候 我们就会少念很多的不该说的话 十念的人就赶快改成念佛 他就不会一整天洗洗念 因为要念 就去念阿弥陀佛 他不会烦 我们去洗洗念 念那个小孩子 然后小孩子两句就给你顶嘴 你会更气 所以我们与其去造口业 所以不如用清静的言语来取代口业 叫做阴言浅言 可是当我们已经浅言了之后 如果我们还执着这个言说 那么这个言语就变成最吵的 譬如说现在大家很吵 我就说安静 然后大家已经安静了之后 我还一直安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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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最吵 所以我们安静的目的 是为了要让大家安静 可是大家已经安静了之后 我还一直安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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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变成唯一最吵的声音 所以当我们今天 把坏习惯改掉了之后 这个佛要从有念过于无念 真正的佛叫做觉性 所以我们自信已经有觉性 没有觉性之前 念一下有念诸提醒自己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要发脾气 不要发脾气 好不发脾气的之后 还一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那这样子这个阿弥陀佛 也会变成一种障碍 是不是 所以这叫因言浅言 所以不但是因言浅言 浅了之后 连这个言也不执着 所以他说真如体 其实真正无有可浅 就像我们说真的要让大家安静 人家本来就是安静的 如果本来就很安静 你就不需要一进来就在那边 安静安静 那你就是你就是在炫耀 你是班长 所以呢 无有可犬 为什么 因为以一切法西皆真 本来就是如是 亦无可立 以一切法皆同如故 所以一个叫做真 一个叫做如 所以刚才讲心真如 他就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 所以他就是这个法界 他最真实的道理 所以不管是凡夫也好 不管是佛也好 大家都有这个心 凡有心者皆当成佛 只是早成跟晚成 所以法华经里面有一个 常不清普照 他说我不敢轻忽每一个人 因为每一个人皆当成佛 只是我看不到他现在成佛 我觉得他罪该万事 我被他折磨 我就很痛恨 没有办法真的打从心里面 去了解众生皆有佛性的这个特质 好 释迦摩尼佛他因为知道 他看到每一个人的可塑性 所以他才愿意这样子 老人家在那边讲 苦口婆心 留下字字片语 但是我们可能佛弟子 我们就没有办法忍受 这个人学佛一年 习记还这么重 学佛十年 习记还这么重 学佛三十年 竟然还是很贪吃 我们是很没有办法忍受 我们用佛的标准 高标准来 来判断这个人能不能成佛 是不是 修行一年修行两年 佛陀修行三大声齐节呢 我们修行三年就想要成佛吗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会 一用这种高标准 我们来要求自己 所以前面三年修得很精进 第三年之后没有起色就放弃 好我们也会用高标准来看别人 甚至于看法师 这个法师也不怎么样 那个法师也不怎么样 剃的头又怎么样 对啊剃的头也没有剃多久 所以也不怎么样啊 其实我们这一生就很认真 很精进的在修行 可是到最圆满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一点差距 那这个差距呢 其实就是我们能不能够 因为这个差距 还是没有放弃我们 对自己成佛的信心 那就是要看我们有没有 真的了解这个所谓的真儒 他说真正的真儒 是所有的人都有的 人人皆有 一切法皆同儒 一切法惜皆真 从本以来皆是如此 那我们今天还没有成佛之前 为什么会被障碍 其实是为了我们的妄念而有差别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功课都不一样 但是不能够否认 大家都有这个真儒字体 好细节真 好那么我们要怎么去体会他 好必须要从什么 随顺而得入 所以从一切的善法中 一切法说 念 无有能 无有所 能念可念 所以能念之佛 所念之佛 能念之心是佛 所念之佛也是佛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行住坐卧的时候 我们每天在看在听 掩耳闭舌生意 能不能够时时刻刻都安住在真儒字体 好那就要看功夫了 所以以前有一个 有一个禅师 这个禅师他想要去闭关 那么 可是问题是闭关有时候要因缘 那这个有一天呢 他就遇到了一个老婆婆 这老婆婆呢 就说师父你想闭关 好我供养你三年 他供养三年啊 师父是很精进啊 就在那边修 到底修什么 不知道 三年之后呢 就要真相大掰了 所以三年闭关圆满了 这老婆婆呢 就每天派了一个孙女 她十七八十的黄花大闺女 去供养这个师父 让她慢慢培养感情 虽然她每天这只是一个洞 然后把那个饭放下去 这样子 久了也是会感情 对那个屋子里面的那一个人 产生的一种感情 因为这是我的师父 我每天供养她 好 三年期满 师父出来 好 孙女要去迎接师父 是充满了感恩之心 期待之情 好 老婆婆说孙女 你等一下接师父的时候 你要这样这样 如此那般 好 等到师父出关 他就 哇 师父我终于看到你的 就一把抱住她 他说师父快说快说 你是什么感觉 好 那这师父修得很好 他说你抱着我 没有用 因为我已经心如止水 山冬无暖气 枯木以寒崖 他说就像是枯干的木头 靠在这个悬崖上 这个悬崖 这个壁崖 是寒冷的壁崖 所以寒冷的这个 这个悬崖是冰冷冰冷 然后你又是一个枯干的木头 所以呢靠在那边 即使靠了三个冬天 靠三年也不会擦枪走火的 好 所以意思就是我修行修了三年 修到我真的心就是非常的平静 好 那这个老婆婆呢 听到这孙女的回报说 哈 我三年供养 只供养一根木头 就把这个木头赶走了 请师父继续去修行 师父知道他修的不够 因为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禅修的时候 我们守住一个境界 这个境界叫对守悠闲 我们把所有眼耳鼻舌生意 不要看不要听不要想 念头通通停止 我们真的悟到了吗 我们真的了解了吗 如果我们在定中可以清净 我们洞中能不能清净 我们下座可不可以清凉 我们在道场中我们有真念 我们出去滚滚红尘能不能有真念 真正在洞中才叫做真功夫 真正人家反对我们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自己到底有修没有修 是不是 所以其实在这个修行中 我们以为守住一个境界 它就是清净 那个还不够 那只是一个境界而已 你制造出来的 如果我们能够连这个境界都不执着 连这个境界 没有了好的坏的我都是如是 那么这才是真的 所以过了好几年 又遇到了这个师父 这师父又遇到这个老婆婆 老婆又知道师父你还要闭关 说师父你再去闭关 我再护执你 好这时候还是派这个 黄花大闺女去 已经二十几岁更美 好三年又起满了 这次师父出关了 黄花大闺女又去迎接这个师父 这感情还是在喔 只要有供养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所以师父出来之后 哇他还是又去把他抱住 师父我实在太高兴了 快说快说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高兴 这时候师父的回答 有没有一样 这不一样 师父说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不要给你婆婆知 这一次不太一样了 答案是不一样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当然啊 你抱我 我知道 你也知道啊 但是这个知啊 婆婆能不能知 婆婆又没有来抱 婆婆怎么会知 所以呢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你也知 我也知 你有佛性 我有佛性 你有真如自体 我有真如自体 所以当我们对境 触境的时候 我们会有感受 我们会有感觉 我们吃到这碗饭 我们会知道 我们会知道 它是好的坏的 酸的甜的 吃到这一口水 我们会知道 它是凉的 是温的 还是热的 还是冰的 我们会有这种分别 当我们对境的时候 会有妄念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行 才能够有判断 只是判断 有分别之后 你不会执着住在这个境 因为你即使在境中 你还是不会迷失 你的真如自体还是在 所以知还是存在 这次婆婆就很开心 说哎呀 这次就对了 师父你真的找到你的心 太好了 所以这个是 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过程 好 那么在马明菩萨 他在讲 这个真如自体 就是要这样子 我们真的要先找到了 这个真如自体之后 目到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 面对一切的妄念 我们还是始终没有离开过 因为一开始就讲 这个真如门跟身面门 这二门都各种设一切法 有没有 它都是包含一切法 所以表示 不管我是动还是进 我们的真如始终是如此 始终是骗一切实 骗一切空 骗一切处 好 那么如果我们要起一个念头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我们的心还在不在 我们的心其实还在 只是你能不能够 依着你的真如自体启用 如果可以 我们就可以像前面讲 体大 向大 用大 如果离体 我们就只会住在这个境界 好坏 没仇上 我们就会产生错误的判断 好 就会产生像刚才我们讲 看到那个星星 有看到没看到 看到了又算错 算对了又没看到 就很容易就会 只会选择一边 会落入两边 好就是这个就是两难了 所以呢这个是 这一段就讲到的这个真如体 那么我们下礼拜呢 就会讲一言真如 然后进入了生命门 那请大家回去啊 就是把这个后面 第三页第四页看过一遍 好那下一次我们在讲这个 本诀始诀的时候呢 就可以很 好就是可以 比较快一点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么我们要来回向 哪个大众请合掌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愿罪障惜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世事常行菩萨道 世事常行菩萨道